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兴会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任务成功秒提升 这是台湾人民 任务成功秒提升 下面第二位本来是黄教授 但是黄教授是他要留在最后一位 我们请杨克萍 杨校长 师父 师父的精神还在 杨院长 各位教授 还有我们的元旗 法师 各位共修大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们轻松一点 我坐下来好吗 好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鬼谷 鬼谷先师 有一个尊称叫什么 圣 智圣 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要讲太多的知识理论 我们讲一点物识 者 智 我们中华文化还有一个文圣 是谁 都没听过吗 文圣 孔子 还有一个武圣 官圣 敌君 智圣 鬼谷先师 我们来不要讲文也不要讲武 我们怎么样 每天都要过生活 对不对 天天过 人人都要过 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 生活当中你会碰到非常非常的 我们的人事物天天是不断的 就算你一个人独处 有没有你在互动的物啊 有啊 桌子 椅子 板凳 房子 我们的植物 动物 你要吃饭 你脱离不了与各种种 就是说各种类的物种 或者我们说全部都是众生 这一瓶水也是众生之一 你觉得很奇怪 好像它会动的才是有生命的 这个错觉 这个迷思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我相信待会儿师傅来 你们可以请教一下 一切都是众生 所以我们天天时时刻刻 连空气 我们的呼吸 你随时随地都在跟众生互动 怎么样去过有智慧的互动 然后 好 我们生活呢 大家 我再请教大家一下 如果今天有几样 你要很有钱 几辈子都用不完 或者是非常健康都不会生病 或者很好的人际关系 人人都喜爱 然后很快乐 很多很多我们都想要的 对不对 如果你选一样 你要选哪一样 健康 可是你很穷 可是你也很不快乐 好 智慧生一切 我们如果有智慧 万事万物都从智慧而生 所以有智慧你就拥有一切 那怎么样拥有一切呢 唯有修行 什么是修行 所以我今天呢 因为这里鬼谷文化 古至今用 就是要用嘛 那鬼谷文化 其实精神就是智慧 心灵升华讲座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心 回到我们原来 本来就拥有一切的 那个心 就是我们的真心 刚才我们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 那个心不是心脏的心 我们肉体 这个心脏 是一个使用身 是一个工具 它跟我们的真心 是相呼应的 所以心脏不好 看看跟我们的真心 是不是脱离了 我们要怎么样 回到我们的真心 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 也就是我们的本心 也就是我们的本性 所以不管所有的修行 或者是所有的宗教 我们都在讲心 心就是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意识里面的 所谓阿赖也事 它是活的资料库 你的心 我的心 大家的心 共同的心 就是真心 每一个人的心 都只是一个部分 局部 我们站在我们 这个部分的 一点点的 去跟所有的 众生的心互动 可是我们常常 却忘了 我们是以心 应心 心心相应 我们都是站在 自己的片面的 我们用什么互动呢 我们都用我们的惯性 用我们的执着性 来互动 所以我们把握不了 掌握不了 我们的生命 每一个人都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我老了死的时候 是怎么死的 是很祥和的呢 睡梦中就走了 或者是痛苦 经历一段的 什么医疗措施 大家都是掌握不了 我做这个投资 所以我们学 一经风水 大家可以沾卦 可是要记得 那个卦 永远有一个变谣 那个变谣 一变 在此时此刻 你沾那个卦 好 可以你去做 或者这个病 怎么样怎么样 OK 可以 找这个医生等等的 好像 也不是那么百分之百 有把握 因为有一个变谣 那个变 就是易经的精髓 主要的精髓 你知道易经的 英文名字叫什么 The changes Change 就是变 意就是变 时时刻刻在变 我们的心也在变 我们的思维也在变 我们的细胞都在变 我们天天见面 觉得这个人 你是老样子 可是 其实已经变了好几轮了 我们的细胞 有生命周期 有的一天之内就死亡 有新生的 有的最长的是骨髓细胞 要几十年 其他的大概几个月 几周什么都在变 你看起来向上好像差不多 因为我们观察没有那么细微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变 你的心念一变 你那个沾的那个卦也会变了 所以生命很难掌握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也就是有无常的感知 每个人说无常无常 无常其实是正常的 本来就在变嘛 重点是你要朝什么方向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就是修行 修行是唯一的拥有之道 而且是拥有一切之道 那修行又是什么呢 就是修正我们的心念跟行为 心念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可是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念头常常快速移动 常常你不自觉的 我们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我们的五官收射 所有的外在的讯息 我们就浮动了 因为我们的心是不定的 所以这个浮动的念 就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影响我们的行为 同时我们的细胞也会接收到 所以也就会生病了 为什么 其实我常常说 这个人得这个病那个病 其实真的来说 没有疾病这件事 完全是我们的记忆的投射 所谓的记忆就是因果记忆 我们做什么 重什么 得什么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切都是因果造化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一切你能感知到的 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 一切都已经是果了 这个已经出现的都是果 所以这个物质世界 其实它已经是个果 这个果怎么样去变动呢 你没有办法 唯有你种新的因 当我们的果也就是我们的业 当你消化了 新的因种下去 善因就得善果嘛 一定是这样子 我记得那个原了凡先生 你们知道吗 有个了凡视讯 有没有听过 明朝的原了凡先生 他自幼父亲就死掉了 那妈妈就把他养着 那生活很辛苦 妈妈说 哎呀 你干脆去学个什么记忆 早点可以养家 要不然生活很难过 于是他就有一次去山里面 碰到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高人给他指点 就说哎呀 你不用去学什么 你就去参加什么什么考试 然后你的命中就是会注定 你考第几名 你以后会做官 然后他就听了这个话 他就去参加考试 那这个整个过程 连帝几名几分 然后某年某月 某日考什么试 你去报名等等 全部如这个所谓的高人 指点的算得清清楚楚 准到不行 这些台湾的命 言不清风妙妙妙妙 我说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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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 他也的确当了一个小官 然后也什么什么等等 一切都是这样子 可是那个算命的跟他说 不是算命的 是一个高人 高人就告诉他 就说你生命中是无子的 无后的 那他也就一切都照这样发生 准得不得了 然后他也就任命了 他就说不用努力嘛 反正就是安排好的嘛 所以后来在他工作做官的 不知道哪一年 又有一个真的一个高人 一个师傅 然后就说 我以为你多棒了 你也不过如此 就是任命的 他说是啊 可是我一路上的确是照这个发生 准得不得了啊 他说不对 命是自己可以照的 只要你修行 然后他就说 告诉他你要行善 你可以记录下来 每天行善多少件 后来他就给自己许一个愿望 行善一百件 好 他就记录下来 一百件 他的愿望就发生了 那又大一点的愿望 一千件 那到时候 那个愿望又发生了 后来就一万件 他就一直累积累积 做到最后呢 他已经不记了 因为他已经自然变成一个 他的习惯成自然嘛 他就一直在行善 帮助人帮助什么什么都在行善 到最后呢 他太太怀孕了 命中无子 他结果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呢 他把这个 就是说行善积德 把他就是了凡事训嘛 就是命 好像事训 第一个就是说 命不是天造的 不是定的 当我们不修行 我们就是定业 就是一切都有定数 你修你就会改变那个命 命其实是自己造的 所以好像四章节叫做了凡事训 这个了凡事训呢 后来就流传 他就把记下来写给 就是让他的儿子 后代子孙就造着 就说我们要行善 行善可以什么 积德 德是智慧的基础 而智慧生一切 所以唯有修行 才是拥有一切的不二法 那我们也看很多经典 三世诸佛所教导的 也就是不二法 就是教我们要修行 那我刚才说了 修行就是修正 我们的心念跟行为 那怎么修呢 大家可能听到修行 很多人对修行有一个误解 好像要出家啦 要吃素啦 要什么什么什么 很多的仪轨 很多的戒律 修行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你要把方向弄对 生命的方向 无二的方向 唯一的方向 就是无差别 却也无尽量 今天在这边短短的时间 我要传递的 就是生命的方向 非常重要 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摸索我们的真心 众生的心 全部加起来 就是我们的真心 每一个片面的 局部的 以你自以为的 这个我来观察 去理解生命 永远摸不透 所以一定要记得 我们的唯一方向 就是无差别 却无尽量 什么意思呢 所有众生的心 只有一个 众生的心 只有一颗 即使猫 小猫小狗一颗白菜 它的心跟我们是无二的 因为我们共用一颗心 这个心 我刚才讲 就是阿赖耶士在意识的 它是活的资料库 随时在变动的 我们一个念头 我们就上传去了 我们也可能动个念 又下载了 常常大部分的人 都是不知不觉的 上传下载 所以当我们发脾气 其实你是送给全世界 所有的众生 你是送一个脾气去了 一个愤怒去了 所以我们人生下来 有贪嗔痴慢疑 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 所以我们 我刚才讲 唯一的生命的方向 无差别 就是我们的本性 本心 也就是那个阿弥陀佛 就是无二 在这里呢 一切都是影子 如果我们只是用 我们的第六式 去理解我与众生的关系 永远都在影子里面 你务必要以心的角度 就是全部的角度 它就是真心 所以众生的心加起来 就是真心 那这个心呢 很重要 我们时时刻刻朝向 所以也就是说 众生就是你 我们今天碰到一个人 那是其一的你 我们从出生一直到现在 每一个时刻 是不是 那个你还在吗 都在 它是另外一条线 所以我们现在都用线性思维 过去现在未来 在这一条线上 你就是你 其实每一条线 无量的线 也就是无差别 本性无差别 可是无尽量的 自由的造化变化 所以有男生女生 有像的不同 所以修行很重要一点 就是从着像 然后到破像 从私到无私 为什么一定要无私呢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都是你 每一个人 每一个就是所有的众生 都在扮演你所众的因 众生演给你看 所以我们碰到的一切 第一个要诀 就是把责任抓回自己的身上 今天走路不小心 有人撞你一下 或者把你的车碰坏了 马上反省自己 我有没有曾经 这么不经意地 去伤害过众人 一定有 他只是演给你看 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 当你的业圆满了 这些事情就不会出现了 所以我现在要再 就是说我们 无差别却也无尽量 这是我们的本性 是我们的本心 我们心心念念 我们生活当中 这就是大智慧 朝这个来词鉴 生命一般来说 当然生命的阶段 也是有无量的 一切都是无差别无尽量 那就是方便来说 分成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随业流转 全球七十多亿的人 大部分都在随业流转 即使是三世诸佛 他们也经历过随业流转的阶段 随业其实并不可怕 都是有善业有恶业 也就是你看 每一个人你如果续续观察 不管是动物植物 我们的人好了 不管是哪里人 这一国人那一国人 都一定有善有恶 对不对 善恶交织 当你在走善业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 好像不错 当你在走恶业的时候 一切都好像很阻碍重重 所以是善恶交织 这个随业流转期 可能一生都在随业流转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了凡事 去那个袁了凡先生 就开始行善积德 善业积积积积到 譬如说满分是一百分举例好了 当你的善业积到九十九分 只剩下一分二业 这一分二业 如果你不除境 我们很难进入下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就是我们在德 就是我们所谓中华文化 真的很了不得 其实我们不管是 你看论语大学 所有的一切 它都是修行法 所以那个德是很重要的 你进入德 我们叫做儒 儒家的儒 再进入了儒 也就是你的意识 我们也是大略分成八识 我们的言耳必舍生 自我意识 就是你以为的你 然后潜意识 集体意识 一直到我们那颗心活的资料库 这个如果全部都一致了 内外一致性都一致了 也就是我们就可以照见本心了 当然这个事要经过一段时间 首先我们的心念行为 把我们所有的惯性 执着性 把它修正 朝什么方向修正 朝无差别 却也无尽量 也就是时时刻刻想到 众生都是我 他在他的路上 不同的路上 可是都是我 刚才师父讲了一句话 仙人洒网一箩筐 我脑海中就浮出来了 当我们进入物后起修 就是开悟了 开悟才开始修行 真正的 我们现在都还是在摸索学习 真正的开悟 物后起修 一直到所谓的什么出地菩萨 一直到最后的正觉 也就是成佛了 当这个时候 也就是一裸筐出来了 也就是你的化身会很多很多 所以佛经里面说 什么佛代三宝 又是什么八千几万什么的随从 就是都是他的化身 所以我们不谈这么多 我们就扎扎实实的 我们来谈怎么样积德 这个德是智慧的基础 而智慧有生一切 所以修行是拥有一切的方法 在随意流转期 我们就只有陪德 把我们德性具足 那德其实是最好解释的 当你跟人事物互动的时候 你用八德来解释 第一个就是孝 百善 孝为先 孝很重要 孝我们一般以为 我把钱拿回家了 给父母亲了 什么我又赔他了 这就是孝 这不够的 我们的本性是什么 无差别 你们又忘记了 对不对 我们来互动一下好不好 无差别 却也 无尽量 无尽量的变化 变变变 孝就是亲事尊长 敬顺显扬 尊长 都是你孝的对象 不光是父母 你要亲身 侍奉 尊长 所有的你的老师 师父等等的 都是尊长 我们要对他孝顺 敬孝 敬孝 我们的本性是 无差别 却无尽量 你对师父的敬孝 跟你父亲 跟你母亲 跟你的兄长 跟你的老师 是一样的 无差别的 却也无尽量的做 不是说我把钱给你就好了 一个礼拜陪你吃一吃饭就好了 我是很孝顺的 不对的 当你觉得够了的时候 就是不够的开始了 它有为我们的本性 因为我们的本性 就是你要进入那颗心 就是无差别 却也无尽量 一切万事万象 都是无差别 却也无尽量 这是唯一的生命方向 好 敬顺显扬 我们还要表现出来 显出来 不是我在心里敬就好了 不是的 亲世尊长 敬顺显扬 第一个德 孝 第二个德 替胸友弟公 轴离和睦 一样的对兄弟 你的亲生兄弟 你的同学 你的同事 都是兄弟 姐妹 走礼 都是一样的 一定也是 胸友弟公 这是无差别 却无尽量地做 忠就是尽己之力 结成奉献 尽力奉献 这是忠 不管你在工作上 对人 对事 对物 都是一样 性呢 成正物实 心口一如 常常我们用八德 检视自己 说我讲话 是不是诚心的 或者是 还有一点代思 用八德来检视 你的行为 你就在修行了 非常重要 礼呢 千功辞让 彼此尊重 这就是礼 礼也是我们 道德的 最后一道防线 一个社会 或一个人 施了礼了 就完了 就大乱了 所以很重要 一是正当合宜 明辨是非 连是坚定高洁 轻败无贪 此反省惭愧 不敢妄为 孝涕忠信 礼义廉耻 这八德 其实任何一个德 做到无差别 却也无尽量 保证开悟了 悟后起修 你就有成佛的机会了 所以修行是唯一 拥有一切的不二法 所以我们第一阶段 大家大部分都在随夜流转 只要你还有善有恶 还有善恶的感知 我们都还在随夜流转 从这里检视一下 随夜流转 其实你要把方向校正 朝这个去 用八德检视一切 我们就在修行 从破相 从无私 一直做到无私 然后全然的 我们善业 恶业 它都还是业 我们必须跳脱业的束缚 所谓的解脱 就是解脱业对我们的束缚 有的人其实明知道要这样做 或明知道不该做 可是我们还是做了 那就是夜的束缚 我们怎么跳脱 我们心心念念 就是从佩德 记得八德检视一切 然后我们的心 是朝向我们的本心 无差别切 无尽量的本心去走 夜自然就开始有了弹性 它没有束缚感了 就是有了弹性 就进入式的阶段 然后式再转式成制 这就是夜视制 其实是三位一体的 不同的面向而已 它其实都是 就是不是那么可怕的 夜并不可怕 可是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搞清楚 方向有没有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我今天就 这就是在过智慧的生活 这样 智慧就是先从德开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本来说开放 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今天中午还说 人生就是苦 的确是 因为有善有恶 我们都在善恶交织 恶的时候当然有苦 那我们也把握不了 对不对 好像那个感觉上 无常无常 其实呢 好 怎么掌握呢 大家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不失一个 生活中的困难问题 我们这样子 大家可以讨论 没时间 OK OK 好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我进中门已经 15年 我就跟师傅讲说 师傅本来对我期待很多 就像刚刚杨校长 对各位 对我们大家都 期待做圣人 做智慧的人很多 那我跟师傅讲说 我是凡人 我顶多只能够转凡 成圣 就接近 慢慢接近而已 所以我很多地方 我都相当地保留 因为所能够做的 所能够达成的 很有限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先请 对 请黄院长 因为他们报告完 等一下师傅开始 等一下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再开放 好不好 我们谢谢 谢谢 谢谢台湾一遍 英国情供妙一生 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好 刚才师傅在提到我的时候 说我回到故乡来 我是彰化中学毕业的 我们同学已经在筹备 明年要怎么过毕业六十周年 河北上一次来 是民国七十八年 三十年前 当时我在台大当训导长 我陪我父亲到这边来 有一个反资产的大老板 是我们老乡 姓张 你可能知道 早已经过世了 叫张承环 那天连夜赶回去 因为台大的校长 跟一级主管 都在校长的家里 等我回去 要把一个声明订稿 就是当时的行政院长 郝伯春先生 讲了一句 得罪所有台大人的话 孙校长 孙校长 就要发表那个声明 奉而辞职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一黄眼三十年了 好 我们回到人间来 对不起 我要比照 看校长 我要坐下来 这个专题就是硅谷文化古智金用 我曾经在我们中文的一篇文章里面 特别提到古智金用 古人早就这么做了 可是把这四个字提出来的是杨院长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温良公检让 刚才杨校长所说的文圣 就是孔子的表现 孔子的年代大概比硅谷子要早了一百多年 所以孔子老子的思想体系 其实完全被硅谷子 古智金用 所以在《硅谷子》这本书里面 融合了先行所有的这些思想家他们的智慧 那心灵提升 我刚刚说我们回到人间来 因为杨云长说他是烦 其实我们都是烦 我想包括文圣 武圣 在活着的时候都是烦 等到他化了以后 那就是由烦而入圣 温良公检让 我们常常听到这五个字 它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要回到孔子身上 孔子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 很年轻 在我们现在看年轻 可是在当时已经不得了了 他曾经到齐国 他是鲁国人 鲁国其实很小 就是现在山东屈服那一点点地方 到齐国去 齐国是当时的 中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大国 逃到齐国去 当时的齐国的国君 齐景公就接见他 两次接见他 向他请教 怎么样子来处理国政 孔子当然有他的一套理念 他强调人政 一定要实行人政 一定要爱护百姓 可是这样的一种理论 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孔子在当时他最佩服的两个政治家 都在齐国的 一个是燕英 一个是广仲 当时反对孔子最厉害的就是燕英 燕子 燕子就说他们这个儒家的思想太不切实际了 你想要说照孔子理念去推行的话 不需要等到什么时候 齐景公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 齐国的大夫人人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权益 你孔子一来我们就垮了 我们就完了 得不到国君的信任我们就完了 所以大家都排挤他 他照回去 回鲁国以后 好不容易 鲁国国君就用他鲁定弓 先任命他当一个小地方的首长 很短的时间里面 他的政绩就表现了 我们现在常常用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就是很太平 现在很多外国人到我们台湾来说 哇 台湾真好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他们在什么地方丢了东西 钱了 什么东西了 我们派出所的警察先生 立刻可以帮他们很短的时间找 往上三星半夜你去外面 还有吃的也不会遭遇什么问题 当然有些特殊例子那是例外 孔子很短的时间里面 表示他在行政上的传才 因此很快地就被拙拔为 这个司空 司空如果换为我们现在的官民的话 就是农林部长 管这个山林的 这个是非常有钱的机构 然后又很快地转任大司寇 我们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司寇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然后当时因为鲁国实在很小 北方的齐国很强大 他随时就要想把鲁国吃掉 其实春秋战国时代就是所谓弱弱强食 弱的弱我就要把它吃掉 强国就想要把它吃掉 那清翻了鲁国好几个地方 那鲁国国君就带着孔子跟齐国国君去会面 所谓的甲骨子会 这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聚会 因为孔子竟然可以用他的理论 用他的 其实就是一种游说 把齐国君臣都说服了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虽然齐国强大 但是在当时所谓的国际之间 诸侯之间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原则 你违背了这个原则 人家会群起来供职 所以谁也不敢说 去违背这样的一个准则 但是虽然孔子立了大功 回国以后 因为鲁定公 鲁国国君年纪大 我们其实年纪大也不一定昏辈 但是当国君的人往往都会昏辈 因为旁边太多小人了 所以头其所好 齐国就是一心一意 吃掉鲁国的 好 你既然好女色 我就送一匹美女给你 你喜欢马 我就送一匹的马给你 然后这个齐国国君 鲁国国君 鲁定公 有这么好的享受 谁讲话他都不听了 你口子再怎么讲 他都不听了 那孔子想这有什么办法 既然如此 他还保持了最后一个防线 你总是要尊重我 你如果再不尊重我 什么叫尊重呢 礼节嘛 刚才我们杨校长说礼节嘛 那古时候有一个规矩 任何国家的国君 他在举行祭祀 因为通常这个祭祀都祭天祭地 祭祀以后 国君要把祭祀用的那些礼品 共品要分送给大臣 那孔子当时已经是兼任宰相 鲁国宰相的人 他却没有分到这个祭品 这表示说 国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就是对他的不尊敬 对他不尊敬他留下来干嘛 他不干 就挂灌而去 开始什么样呢 周游列国 其实是什么周游列国 是流浪 到处去流浪 做什么呢 去找机会 看看哪一个国君 愿意听我讲的 让我来帮助他们 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天啊 各位看看 他56岁开始周游列国 14年以后回国 70岁了 所有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每到一个国家去 这些国家的国君 对他都非常的尊敬 都请他来贡献意见 表面上都好得不得了 可是到最后关头 都不能用他 为什么呢 私心啊 旁边还有很多全城啊 所以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孔子的一个学生 叫做陈看 子勤 他就问孔子的 另外一个高祖 叫做子贡 端木赤 他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老师既然这么有本事 这个理想这么高 然后这些国君 有对他那么尊敬 可是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实现他的理想 那这些国君 又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呢 子宫就回答了 这五个字 所以夫子 温良公俭让以得知 这个 有史以来 只有孔子的弟子子贡 用这五个字 来尊他的老师 从此以后 大概没有人 能够承担得起 有的话 我们师父 应该可以承担得起 温良公俭让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 大概解释一下 什么叫温良公俭让 我这里就是很节要的 因为从春秋时代 一直到清代 连清代的康熙皇帝 都亲自跳出来 要解释这五个字 究竟他应该怎么讲 看起来都很简单 温良公俭让 但是究竟是怎么样 温良公俭或许比较容易 那现在说 我就是不让 那不让就是 全部完蛋 所以请各位看 这个讲义的 第一页的第二条 这里呢 南宋的一个大学者 叫做曾德秀 他一个字一个字 拆开来讲 这是我自己觉得 是由此来解释这五个字 解释得最好的 或许我念一遍了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温是和后 只有和一个字 不足尽温之意 只有一个后字 也没有办法尽温之意 所以一定要两个字一起提 叫做和后 那和是什么呢 春风和气 这和 后是什么呢 空后再物 空就是地 地很后 可以再物 那这就是所谓的温 那这个 和是不惨暴 后不刻薄 良是义直 跟前面的意思一样 义 是平义 不艰险 直 是正直 不写取 这意思都很清楚了 那 公呢 是专 敬 专 是表面上表现出来的 所谓容貌 敬 是内心 你要真正发出内心 你才能够表现出来 表里如一 所以自中而发出 从内心发出来 叫做公 就是心内 内外要如意 见 是节制 我们现在常常用这个节制 那节制究竟应该怎么讲 看起来都一样 但是节是自然之节限 我下面举的例子 所以我们平常最常用的 比如说 一年有八节四立二分二字 就是二十四节气 请问现在是什么节气 没有秋了 前天已经白露了 已经白露了 还在秋 后面就寒露了 寒露马上进入冬天了 很快 因为一个节气 十五天 分成三后 一后是五天 所以过得很快 我每天数这个节气过日子 一下子就半个月过去了 一个月就过去了 所以刚刚说了 四十五日而一患 五天坏 这是天地自然的 那么换一句话说 用在人的身上 就是人自己本身 也有它一定的一个局限 你不能逾越分寸 逾越那个分寸的话 你就不符合规矩了 智就是强力的制裁 一定要切断 这是所谓 礼以至心 那么再来呢 就是 这个所谓的让 看看能不能不让 你看 让是谦逊 谦 是不经济 不经法自己 不夸耀自己的能力 我有多好多好多好 那这就是不符合 不符合这个善的意思 那逊 推善以吉人 儒家的重点 就是推己吉人 把善也推给别人 那换一句话说 回过头来讲 就是不拘功 即使你自己 建立了很大的功劳 你可以让给别人 这是最不容易做得到的 但是孔子也曾经说过 我们下面举了 孔子曾经说过什么 当仁不让于师 老师即使在前面 儒家是非常尊敬老师的 天地君亲师 对不对 所有的事情 老师优先 所以我们下面曾经提到 有事弟子扶其劳 我现在有时候找学生帮忙 我说不好意思 给你找麻烦了 老师有事弟子扶其劳 请我吃饭 有九十先生撞 很不错 很不错 但是当仁 当面对这个仁字的时候 仁这件事情的时候 老师对不起 我来做 那什么叫做仁呢 这是孔子思想的轴心 我们说孔曰成仁 孔曰取义 孔子的思想 就在仁之外 再加这个义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孔曰成仁 孔曰取义 符合这个人 那老师对不起 我来做 当仁不让 所以这个行人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的思想 孔子能够得到这些诸侯的国君 那案子的尊敬 虽然最后不能用 但是他在整个国际上的一个 在当时这个诸侯之间的声望已经建立起来 我这里要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子贡这个人 子贡这个人非常了不起 我在我们那个杨院长所编的那个古字经用的论集里面 好像第五集嘛 我特别写了一篇史记霍之列传 司马迁非常有眼光 他把春秋时代最会做生意的人 把他们的集中在一个传子里面 第一名是范黎陶朱公 就是西施 带着西施 小五雅五福的 第二位就是子贡 他非常会做生意 口才又好 孔子喜欢 原来不是很喜欢他 为什么呢 孔子最讨厌 巧言吝啬 他太巧言了 可是当鲁国遭遇到齐国的侵犯 快要灭亡的时候 子贡 你去想办法 子贡跑到齐国去 子贡一出 不得了建立盖世之功 齐国内乱 鲁国当然就救起来了 然后晋国强大 当时最霸 最恨的 赐吾王夫差 吾国就被灭了 被随灭了 被岳王沟建灭了 你看子贡一出 整个当时诸侯之间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他了不起 刚才杨校长也说 就是说 我们对老师 当时对老师非常尊敬 老师过世了 这个学生一样的要服校三年 孔子过世了 其他的学生 大弟子 七十二弟子 都服校三年 子贡 服校六年 他守着他孔子的分了六年 然后再出来 建立不适之功 所以司马迁在这个孔子第几列传里面最后一句话 他说孔子后来在诸侯之间 会享有那么大的民生 子贡 居贡 最大 因为他在诸侯之间 大家都 要争取他 这是一个人才 又让国家发财 又能够说服其他的诸侯 那多好呢 这是子贡 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好 那么怎么样子来表现温良公俭乱呢 其实我们总括来说 我是根据前人 他们的意见 把它整个综合起来 还是回到儒家的人 还是回到儒家的人 行人 行礼 那关于这个礼制 慢慢开始会有一些新的解释 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这个出名社会 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俗 按照风俗习惯 大家都能够共同遵守一个风俗习惯 那个俗 就是一种约束力 等到这个俗 没有办法的时候 孔子 儒家就提倡这个礼 这个礼其实就有点接近制度 社会制度 连这个礼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 怎么办呢 法 法就出来 你违背 我就杀你 你还没有说要杀人的 但是你违法的话就可以杀你 所以俗礼法 它是渐进的 所以出名社会 其实是很单纯的 可是越来 这个儒家又讲人性本善 孟子 荀子又讲人性本恶 那人性究竟是什么 其实人性就是很纯洁的 受到后天教育的 环境的影响 所以必须用礼来节制 礼再不能节制 就必须要定法 这是一个 说起来是人类的一个不幸 所以最后就很简单的 用明代的一个大思想家 也是一个大文学家 郭尔光 他提到 所谓的温良公俭让 其实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 与生俱来的 可是孔子他可以始终保持 这样的良知良能 一般人就受到黄金的污染 就改变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温良公俭让 但是为什么 自古以来到现在为止 只有前面就会孔子 后来或许我们师傅 他可以接孔子的伴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